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 感受到公平正义 内地司法改革四十年强调依法治国 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道路 这个司法改革类似进一步退两步 或者进两步退一步 在大陆我们一方面来 平凡要成案 另一方面还要产生很多要求成案 多年的改革令司法体系取得进展 不过中国特色的依法治国 始终离不开党的领导 咱们老百姓就是蚂蚁 除了这老大 老百姓压死了 五十岁的刘忠林去年初结婚 三十年前他被诬告杀人罪 坐了二十六年冤犹 二零一六年他从获自由 是目前国内在公开的平反冤案中 激压最长的蒙冤者 刘忠林当年受过严刑逼供 十只手指的指甲曾经脱落怀死 他说当年公安将竹签插入他的指甲缝 又用铁棍扎断他的脚趾 逼他认罪 内地的刑事诉讼法 虽然有规定不可以严刑逼供 不过他在庭上投诉被冤打成招 亦都不获法院接纳 受不了就咚咚咚咚咚咚咚就是 是我受 第一次没有律师 只能我自己给我自己辩护 没有 你不听你的 你就认为你杀人了 当时他听了说 你能不能把那个杀人数值输入 刘忠林说 人生最宝贵的日子都在监狱度过 被囚禁多年 身体日渐变差 需要定期服药条理 内地的监狱法 虽然有规定不可以虐待狱中囚犯 不过刘忠林拒绝劳动 所以长时间 囚禁在只有几平方位的小号监狮 给你关键臂力 就是罚你 就是每天 一日两餐 糊涂肉 就一碗糊涂肉 精益糊涂肉 也不管你饱饱饿不饿 不管没饿 那糊涂肉有种鲜眼 很便宜 就是啥呢 要你撈动我 干我 你心里不平衡 本来我没追 你让我干什么活 我没有法 我没有犯法 好可怕 吉林东寮苑 惠文村这块农田 改写了刘忠林一生 一九九零年 有村民在他老家这块农田 发现一具女尸 两天后抓了他 他农民出身 又是文盲 无法写上诉书 为自己辩护 结果白白坐了二十六年冤獄 回到家 啥也没有 房子要逃 反正 那么多年 没有人过来 没有人过来 又过来 过来一定艰难 也没有不开心的事 人都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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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啥不开心的事 张与鹏是帮刘忠林翻案的律师 近年中央政府提倡要平反冤案 吉林重审刘忠林 他翻查一審資料時 發現執法人員有法不義 用了兩天就破案 作案工具、衣服上的血跡等都沒有 指紋、斜的腳印全都沒有 當時的公安辦案 第一個是命案逼迫 所以公安的壓力在這兒 胡敏的老家在貴州 三年前開始賣家鄉特產茅台 他位於北京的辦公室堆滿了茅台 偶爾會品嘗自己釀製的酒 酒花很多,長久不散 進入這個行業之前 我以前是在貴州省高級法院做法官 我在法院後期主要是做 在研究室,做政策研究 三年前,自觀賣茅台的胡敏說 他從來沒有想過今天會從上 二十年前,北京大學法學院畢業後 被視為社會精英 一項熱誠投入司法系統 在貴州省高級人民法院研究室 當法官,主要負責司法改革政策研究 法官畢竟是製造國家的審判權力 這是一個很神聖的權力 而且我們是作為法律專業出身的學生 就是很了解你這個判決 然後會對當事人、對國家、對社會 他一旦出錯以後會造成的社會影響 真是很大的 做了沒多久 他就很快意識到 法庭的實際操作 沒有他想像中那麼理想 因為部分基層法院 受到地方政府和利益制約 引發貪腐問題 不能夠公平、公正地判案 法院的有些法官是指審案子 但是這個判決就盡量提交領導去審批 你像普通的法官的話 就是由法院的黨主任免 那就行了 那你審判員的話 也是由人大常委會開過會 反正就是中國要做到法官主任的話 這個道路還很漫長 近年中央推行司法改革 希望減少冤案和法官貪腐問題 跪咒被選為改革視點 胡敏當年有份參與 負責研究改革方案的可行性 他一度期望透過改革 法官審案時可以有多些自主權 現在是全國最大的引率所 一般印上的頭像都是黨員 改革以後就是讓法官 對這個案件的 自己辦的案件的質量 終身負責 終身負責就是自己審、自己判 對,現實上中國司法的現狀 老百姓對法院的信任度很低 所以說法官在判案過程中 判了這個案子 老百姓為甚麼會上訪或甚麼 你判了,他不信,他要上訪 內地司法改革的重要一環 是想確保省、市、縣層級的法院 只對中央政府負責 以減少地方勢力對基層法院的影響 起草文法通則的文法學泰斗江平說 中共並不想讓法院獨立於黨 所以只說黨治、人治多於法治的改革 實現真正依法治國是難以成功 這個司法改革類似進一步退兩步 或者進兩步退一步 現在還是仍然強調黨的絕對領導 黨的絕對領導在中央方面 那就是管政法的政法委員會 可以說他黨性比較高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仍然會出現一些冤架錯 這裡是一間冤岸辦公室 擺放了很多蒙冤者的照片 中國每年有超過五十萬宗上訪 不少是蒙冤者家屬 律師李金星在2000年 成立了中國首間誓冤組織 每年收到過百個上訪者求助 這個老太太 中國訪明的一個典型的形象 她對我們來講是一個活生生的人 她身之為人,有血有肉有父母 她有父母,那麼那些人每天都會惦記 說她的案件什麼時候能夠平凡 什麼時候能提醒她 李金星自學法律 執業初期主要處理商業案件 受法學泰斗江平 和第一代維權律師許智永啟蒙 從此踏上身怨之路 在中國中國案件太多了 誰去管理呢 我們面對的永遠是銅牆鐵壁 沒有人會告訴你這個案件 他們會審敵 沒有人告訴你這個案件會立案 沒有人告訴你他們會調查 2003年,大學生孫智剛 被公安拘押期間打死 法律學者藤彪、許智永和余剛聯署 促使政府廢除違反憲法的顯送辦法 他使一批有理念的律師出來維權 不過,2015年的709事件 郭伯明律師被捕 其中黃泉璋被捕近四年後 近日他太太才獲准跟他見面 你幹嘛呀你 我們遇到男人去看 如果他們這些人真的是 殺人、放火、犯罪了 好,可以呀 你們按照正常的法律程序來 平反了二十多宗冤案的李金星華 內地的司法改革的確有進步 但涉及政治敏感案件的刑事案 卻毫無進展 他2014年首次處理涉及維權 郭飛鴻案 因此被罰暫停律師牌一年 政治案件沒有標準 你不知道什麼叫政治案件 在中國只有領導關注的案件 中央現在提出好多司法改革的精神 包括聽審議員為中心 是不是 包括保護 這個被告人權益 包括杜絕冤假錯控 行刑逼供 是吧 杜絕行刑逼供 打人 包括重視刑事辯護律師的力量 這都非常對 非常對 但是你知道我們的法治 絕對不是書面上的 2013年內地罕密南方週末 以中國夢、獻證夢 刊登新年何詞 回應政府的依法治國論 但何詞被上級無理切換 為什麼我們今天要深淵南方週末 因為南方週末 在過去的幾十年中表現得非常好 他又是中國老百姓的喉事 當年來重視人權 和要求官員公佈財產的維權人士 郭飛鴻 到場聲援編採人員 他最後被控 最終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盛 判刑四年 我們認為郭飛鴻 他是在履行一個憲法 所賦予的每一個公民的一個權利 他沒有違反任何的法律 他沒有老亂任何的秩序 憲法也規定任何公民 對國家官員 對國家有監督的這種權利 那麼一個公民 要求國家官員公佈財產 被指控為犯罪 這是非常荒唐的 郭飛鴻這宗案件 最高法院批准三次延期審理 聆訊中 控方違反刑事訴訟法 沒有向辯方 交出他到場聲援的關鍵證據 法院由北京檢察機關 在判刑前 臨時增加尋釁滋事罪名 由四年改判六年 根據中國的刑事訴訟法 如果你要增加他另一個罪名的話 你要讓他準備時間來辯護的 但是他馬上就要宣判了 就要告訴我們增加一個罪名 我們是沒有辦法來完成這個辯護工作的 我們學的是同一部法律 我們遵守的是同一部法律 為什麼法官、檢察官和律師 他會得出不同的結論呢 李金星說 他在郭飛鴻案件辯護期間 被審判長每隔幾秒鐘 就打斷他發言 他多次提出抗議 2016年反而被指擾亂法庭秩序 被罰停牌一年 他肯定是上千次在打斷我們 你剛剛講這個案件的 無罪的理由的時候 反觀就是 你不要說了,律師 你不要說了 但是律師是做什麼功能 律師要說,律師還是要說話 所以從我們的思路被打斷 我們的講話被打斷 我們的聽證節奏被打斷 完全是一個驚慌失措的法庭 停牌一年後,他去年底復工 但幾個月前 在網上發了條有關法治倒退的微博 現在又面臨被吊銷牌照 中國知識分子 他都有這樣一種家國情懷 這很要命 因為所有一個律師他追強的事 我們法律上的公平正義 但是當你得不到這種公平正義的時候 你本身還成為一個被調整的律師 被停留執意的律師 你面對國家對你的否定 國家否定你 國家說你做的不對 你追求的不對 律師他是會很傷心的 你追求的不對 你殺得不贏 你只要把人家看路 吃著一起看路就完了 被屈打成招 坐了二十六年冤獄的樓中林 去年獲平凡 得到政府賠償四百六十萬 常春牆是樓中林表哥 是由劉中林表哥 和他同一條村長大 見證他當年如何被嚴刑逼供 他覺得法律寫明人民 有公平審訊的權利 不過平反後 法院始終不肯承認 對他施過酷刑 在監獄中林表哥 我去看長春 他也覺得值得苦 花太多出來 我不太滿意 坐下不滿意後 他這個還有 他這個有一個商產 那個都沒給 其實這個吧 我記得這說了 就這個錢 我現在我腳還有點服務器 你擋這麼多 現在生家 他也應該行為 但當年陷害了他的執法人員 沒有受法律制裁 至今難以釋懷 當時抓我 當時判我 我永遠不會原諒你 这思绪自由多少钱买过来的 我也有种想不开 也想自杀的念头 但后来不想自杀了 后来坚持能活下来就活下来吧 活下来把为我自己澄清 有那么一天为我自己澄清 讨个说法 有哪一个国家 有那么多韩元的 难道都是无理在上方吗 归根结底是我们法庭的权威性不够 我们法官的独立性不够 对中国的司法改革 抱什么期望 这个是 没有希望 就是希望他很 看不到希望 谢谢 离法治天下还远着呢 还要经过非常艰苦的努力 不止一代人 还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够实现 到处都强调党的领导 党的领导人地位那么高 他说一句话就几乎等于法律了 那你能够说这是 法治天下的表现吗 就是了 他就是几乎ES 我看不到 一样的理想 我们听到的 我们就知道 在也计划 我们知道 这个是 太子